龙浩尘做过几件对不起彩儿的事 彩儿是如何回应的 为了能让龙浩尘进入决赛 彩儿在16强赛中与其相遇时 还会上台便向裁判宣布认输 更是用你之荣耀 即为我之荣耀 来安慰为此感到不安的龙浩尘 这一幕不知道献杀了多少人 龙浩尘更是因此发誓 要永远守护在彩儿身边 但很多时候事实会让人无奈 龙浩尘还是会因为各种原因 做出一些让彩儿受伤的事来 1.气急攻心 龙浩尘在获得猎魔团选拔赛冠军后 原本有权利选择一个人组建猎魔团 彩儿正是为了让龙浩尘选择自己 而甘愿放弃了进入前三的机会 谁知龙浩尘早便与灵星有了约定 在夺得猎魔团选拔赛前三名后 便选择他作为自己猎魔团的成员 由于事先没来得及与彩儿沟通 龙浩尘在宣布自己的选择结果后 彩儿怀疑龙浩尘欺骗自己的感情 一时间气急攻心晕了过去 虽说这件事情是个很大的乌龙 但龙浩尘无疑要负主要责任 如果将与灵星的约定提前告诉彩儿 彩儿也不会因此气急攻心 说不定还会获得完美的解决方案 最终龙浩尘选择放弃灵卢奖励 乃选择彩儿加入自己的猎魔团 否则便放弃组建猎魔团的机会 也幸亏是他天赋高倍紧强 如果是黄毅之类的人做这种决定 估计早就被六大殿的高层关禁闭了 彩儿也因此知道自己误会了龙浩尘 再刺了他一剑原谅了他 二 善离职守 龙浩尘组建的猎魔团完成试炼后 开始从猎魔塔中揭取任务 在执行恐惧悲笑动任务时 在浩月的安排下进入了永恒之塔 此时留在外面的猎魔团成员们 遭遇了海量魔族的围攻 众人为了等待龙浩尘回归 不得不在原地进行防御 两个猎魔团共计11人 差点全部都因此而陨落 彩儿也因为动用了轮回凌卢的力量 身体遭受了严重反噬 失去了视觉 味觉 嗅觉和听觉 若是龙浩尘没有善离之手 众人完全可以在魔族的围攻中突围 彩儿也不至于因此而遭受重创 三 抛下彩儿 在龙浩尘南征北战的过程中 曾有二次将彩儿单独丢下 第一次是在镇南关的保卫战中 龙浩尘为了保护战场中的袍则 已冲入六阶辉药骑士的实力 在丹药的辅助下阻挡一名八阶月魔 此时 彩儿失去的四感还未恢复 一直被龙浩尘拴在自己背上 可是在察觉到自己无力在保护他时 龙浩尘果断将彩儿丢给了王渊源 第二次则是在魔都星城的星魔塔中 龙浩尘落入了星魔神瓦沙克的算计 被魔神皇风秀堵在了星魔塔中 为了能让同伴们活下去 龙浩尘请求风秀放他们离开 而自己则留下来与他决斗 彩儿在决斗开始前被龙浩尘打晕 再次丢给了王渊源 虽说从大义的角度上来看 龙浩尘的选择无可指责 但从彩儿的角度来看 龙浩尘无疑辜负了他 原本须以一生的恋人 抛下自己独自选择死亡 这对活着的人来说是无法治愈的伤害 是一起死 还是带着期望继续活下去 这个选择应该由彩儿自己来做